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樂 我是阿丹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酷地方 好大喔 對啊,想來好久了 每次都有看到 我們來到了傑安車的總部 然後他們今天有一個活動 有一個新車發表會 不知道今天會發表什麼東西 第一次來他們的總部耶 好酷 然後那邊是探索館 是行車探索館 好期待喔 對啊 是一個蠻期待的感覺 你從小接觸車 我從小接觸車 我沒有來過探索館 就是傑安車的總部耶 好酷喔 那我們一進來呢 就有一個很大的大廳 超酷的 你好像在介紹飯店 很酷喔 好那我們再去聽聽新車發表會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他們這個一樓 已經發表過的新車的展示 那在一樓這邊他有展示傑安的 各種不同的車子之外呢 他這邊還有展示一些人生布品 周邊商品 然後零組件、零配件會在上面 等一下也可以上去看看 這就是他們整棟大樓的造型耶 很酷吧 欸老闆 老闆好 老闆好 前面這台是他們滿新款的一台電動車 他做的就是我們公路車的一個造型 然後看一下他這個售價也是很親密 對 對 而且他就是 每電動車都做的很漂亮 對啊 都做的不會像是那種胖胖的感覺 對 一筆成型這樣子 然後他這邊也是 他這邊也是可以換電池 像我們在環島的時候那樣子 配用電池 嗯 我覺得電子車真的超好的 如果像是要跟家人一起騎車啊 什麼的都非常的親密 對啊 像是要家人一起跟我們騎車的話 對啊 對 對 然後他這個是配素聯的三級變速 對 他這個胎的寬度有配到38C寬 適合去Grabble越野的情況 這種時候騎電斧車就很棒 然後他旁邊這裡也有很多電斧車的其他的車款 那像這邊這種呢 他就是比較輕 電池的容量就是沒有那麼大 那所以這邊車款呢 就會比較適合有一點點登山車技術的人 他們在買電斧登山車的時候 去做這個選擇 他可以有比較好的操控器 然後這邊的呢 他的蓄電量就會比較久一點 對 那當然相較他的重量就會重一些 對 那環島是哪一種 那種嗎 這個啊 這是環島的 解安特旅行車配的環島車子的話 就是這個 所以解安特他們出電斧車 也是出了很多種不同的款式 像是從入門的城市車 到這種平靶的 平靶車子 休閒車款 然後再到登山車 再到類似公路車 都有 然後小澤有嗎 小澤 然後還有這一款 哇 城市型的很多種 看一下這個 然後看一下這個城市型的車子 這是解安特副牌的車子 那你看他這個 售價其實也不貴 跟我買的那台其實也差不多 對 但是他做的就是蠻漂亮的 電斧 這是電斧的啊 這裡就有個電池 對 在這邊 然後他這邊還可以放水 然後他這邊啊 的城市型的電斧車 也是有可以加購這種小朋友的座椅 這樣子 然後他這個都是有通過測試的 對 這邊有不同種的測試 需要過的測試 車子跟座椅 一起過的測試 才可以買 然後再來到小澤的部分 他們也是有出電斧車 所以其實他們的產品線很完善 然後接下來也是LEAF的產品 這個在那個單車展有展示過的 然後這也是新的 全世界只有20台 對 特試版 女子和販金車的 然後LEAF的現在的車款啊 他都有出特試版 然後都會搭配衣服還有一些配件 但是這款他就搭配衣服 這個女款的車庫啊 他也是有做這個後扣的 我覺得後扣的很方便 因為女生上廁所啊 多方便 所以要這樣子拖錢 就是如果沒有做後扣的話 需要整件衣服脫起來 然後做這個後扣的 就不用整件衣服脫起來 在全身都含很多汗的時候 失眠的時候 捷安特有出極短褲了耶 極短褲 而且他前面還用這個 焊扇 就是排焊扇造型 喔 有些人會直接穿著這個底衫 在裡面 他直接把它做來跟車庫一起 對 他們現在在周邊產品上面 也是做了很多種的款式 像是安全帽 他也做了非常多種的顏色 輕量型的 對 搭配衣服啊 什麼的 都可以搭配 然後前面這邊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TCR跟Propel 哇 這個LAMA C甲車還是很漂亮 結果一直很喜歡C甲車子 C甲車款 105 現在C甲車款只有105 哇 很漂亮喔 也是很輕 這次很輕啊 還是最喜歡C甲車 特斯版 對 然後他這邊也有展示一台 是KB的特斯版的車子 然後他這邊也有展示一些工具組 配件類的東西 然後還有行李箱 單車行李箱 對 全部都做了 對 全部都做了 對 還蠻好看的 是兒童款的 你在這兒還比較剛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他們2樓這邊 然後2樓他這邊就可以看到展示一些像是 車手啊 車架啊 龍頭這些的 然後有TC啊 Propel的車架 然後三鐵車的車架也有 然後他還有他們的輪組 我們現在要進去聽行程發表會 然後裡面就不能拍了 進去吧 好那我們剛剛停完了兩台行程的發表 分明是Define跟Avail 那我們現在就來進去看看這個 進食攝影的這一區 對 這一面呢就是展示了新的Define 新的Avail 兩台不同種的新車 你對新車發表會有什麼樣的感想 超輕的 他剛發表的那台Define 6.9公斤而已耶 對啊 一級車的話 6.9公斤 剛剛還問我說 那時候我在跟你介紹車子的時候 怎麼沒有跟你介紹Avail這台車 對啊 然後我剛剛聽完了發表會 我就覺得 好像可以買喔 對啊 因為在台灣呢 大家比較熱門 比較知道 就是比較喜歡挑的款式呢 女生就是Lan 男生就是TCR 對 就這兩種 然後那時候我就來介紹 Avail其實也是一台不錯的設施 對沒錯 那它這邊有展示2024年的新款TCR 那就是 它有搭配到105的 新的機械變速到12速 這次配合Shimano 推出了一個 新的105的機械變速 的乘車 然後Lanma的部分也是一樣 咦 這個還不就是你的車嗎 我的新版的 這個呢就是搭配105的機械變速 但它有做到12速 對 就是我的那一款的進化款 對 就我們現在覺得Lanma 也是不錯的車子 它試的女生小手的話 握起來我是覺得蠻舒適的 這台就是剛剛新發表的 塗裝買茶色 我覺得很好看 女生最在意的就是 塗裝的顏色 對其實他們剛才在講說 要進店裡面的 第一個會注意的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塗裝 對 特別是女性車友的話 對 那在Avail的部分呢 它還是有持續推出一些C甲款式 入門車款 對 對 這也是105的 對 哇這塗裝就很漂亮 這個是看中間 它可以做建設的顏色 跟那一款是一樣的 它這邊有這種塗裝很漂亮 咦 它是上管的設計又不一樣 你看這個很漂亮 然後它最新的Avail 它有出到34比34次比的 然後也有34比36次比的 像我現在騎的那一台 就是34比34的 然後我的呢是34比346 對 騎起來呢就是 在爬山的時候呢 就會相較 比較輕快一點 對 踩踏就可以比較輕 對 然後再走過來看它這個 捷安它的Define Define呢它也是從105開始 它其實105雖然是入門款式 但是它這邊也是有 都有時候做到把線都給藏起來 因為女生也覺得 漂亮就是都沒有線 對不對 對阿 很好看 它這邊其實都做到無線的 半軸內線啊 雖然它這下面還是有線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樣收 收成這樣大家都已經買單了 對 很好看 然後這是搭配105的電便 這是售價 剛剛新車發表會的時候 他說我有收到這一套是6.9公斤 對非常輕 搭配的是Red Red的變數 然後搭配的框呢是他們Cadex的 然後35框高 現在的胎呢都有做到更寬 為了讓他們可以在各種不同的地形上面呢 騎起來更舒適 所以他們會搭配比較寬的這種胎的寬度 那當然在Altigua呢 他們也是都有輸乘車 對 那這是售價 其實售價很漂亮 這個頂級的看一下多少錢 哇30萬 而且它這裡有做一個這樣子 這個就只有在高階的側寬 然後他剛才有講到喔 他們這個八手 這邊有做了一個 比較凹下去的一個設計 就是我們在騎長途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這樣騎 那這樣的話 這邊就可以靠著 對 不錯 帥 帥車衣的 而且它車架也是做的這樣細細的 漂漂亮亮的 對 也是很漂亮 對啊 好看 現在捷安特爾它的塗裝 塗層都做得很漂亮 盡看是這樣 都是做到這種考騎這種等級 不要 好那這次看完新車發表會之後呢 讓我更知道 基安特爾不只有 Popeo跟TCR這類的車型之外呢 它還有適合長程舒適款的車型 然後我今天看了 Evail的設計 我也覺得很漂亮 像是它的車架啊 然後塗裝啊 然後還有無線 它這次有做無線 我覺得很漂亮 它有車架結合的造型 然後我剛在聽發表會的時候 我就轉頭過去問阿丹說 為什麼你之前沒有推薦我買這一台車呢 其實這一台呢 也是一台不錯的選擇 女孩子 想要騎比較舒適 想要騎更遠 然後騎得更舒適的話 其實這一台是不錯的選擇 對 而且它這次感無線 真的是很漂亮 然後捷安特爾它除了有公路車之外啊 它還有電腐車做的也是很漂亮 對 然後呢 電腐車呢也是有分成不同中的 像是類似公路車的電腐車 像是登山車的電腐車 像是城市用的電腐車 或者是小折 都有出電腐車的車款 好那我們這次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和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囉 掰掰